总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慕容锤是五湖十六国时期的名将 一生都少有败绩 曾经击败过东晋大司马桓温 还在六十岁的高龄 重新恢复燕国称帝 慕容锤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而就是这样一位传奇雄主 一生却十分坎坷 既有被同族谋害不得 以依附强敌的无奈经历 又有起兵反叛复国的大逆之举 对决强敌的交战更是数不清 可是 在坎坷传奇的一生当中 慕容锤并未如同其他创业雄主那般 为了权威和利益放弃坚守 反而以极其坦荡的方式 走完哪一步 直到人生最后一刻 慕容锤都没有放弃他的规矩 光明磊落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来看一下传奇雄主慕容锤的规矩 慕容锤是前燕开国皇帝慕容骏的弟弟 不过慕容锤从小就不被这位雄才大略的哥哥喜欢 就连慕容锤这个名字都是因为慕容锤不喜欢他原本的名字给改的 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了 慕容锤和慕容锤的父亲慕容晃 还在世时两人的关系还没有闹僵 但等到慕容锤继位之后 便开始处处针对慕容锤 慕容锤的妻子出身段氏 是段步鲜卑首领段莫波之女 自认为身份高贵 便素来瞧不起慕容锤的妻子可足魂氏 等到慕容锤继位之后 可足魂氏成为皇后 就找机会诬陷段氏 行巫谷之事 将其收押入肩 再加之慕容锤不喜欢慕容锤 便让人对段氏言行拷大 想要让段氏诬告慕容锤谋反 不过段氏知道 自己一旦去打成招 便会置丈夫慕容锤于死地 于是坚决不肯招任 慕容锤得知妻子的凄惨遭遇后 心疼妻子 便私下里派人告诉段氏说 人都会有一死 为何还要遭此劫难呢 还不如服药自尽 但段氏也是刚硬 说 我甘愿忍受毒打 却不选择自尽 是为了自己的清白 于是段氏更加刚硬 无论如何拷打 都没有认罪 最后死在了酷刑之下 而慕容锤也得以逃脱罪责 段氏的遭遇 便可见慕容锤 与慕容骏之间的关系 故此慕容骏在为之时 慕容锤也并未得到重用 慕容锤即便才能再卓注 也只能选择低调行事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人选 都无法控制 被可足魂式选择了自家女子 选配给慕容锤 直到慕容骏死后 慕容克服政 对自己这位弟弟慕容锤 才开始栽培 慕容锤也开始在前焉 占目头角 随慕容克打下了赫赫战功 不过好景不长 慕容克死后 前焉皇帝慕容伟和辅政的慕容平 并没有重用慕容锤 直到东晋环温第三次北发之时 慕容锤见前焉抵抗不力 被环温长驱直入 威胁前焉国都叶城 低调保存自身的慕容锤 终于不再选择退避 率军击败了不可一世的东晋大司马 桓温 而慕容锤的不适战功 却引来慕容伟 慕容平 以及太后可足魂式的忌惮 怕慕容锤功高盖主 威胁皇权统治 慕容平和可足魂式 暗中想要除掉慕容锤 慕容锤幸亏得到慕容克之子 慕容凯的告密 才得以逃出惊师 慕容凯等人劝告慕容锤 先发制人 除掉慕容平等人 便可以解除危机 慕容锤不忍 拒绝了反叛的提议 出城之后 又遭儿子慕容领告发 慕容锤只得跟儿子慕容领 逃到了前秦福坚处 慕容锤对慕容氏 可以说是人质易金了 在慕容郡 慕容平等人 如此不待见的情况下 慕容锤在前焉危急时刻 站出来消除了 桓温对都城的威胁 这本是应该得到 嘉许的不是战功 但却因慕容平等人的忌妒 而逼得慕容锤远走 被逼得投奔大敌的慕容锤 彻底对慕容氏死心 等到后来前秦光灭前焉之后 慕容锤便建议福坚 杀掉慕容尾和慕容平等人 可见慕容锤对这些慕容氏之人的痛恨 等到肥水之战后 慕容锤也并未与各起兵的慕容氏 有多么紧密的合作 西焉建立着慕容红 是前焉末帝慕容伟的弟弟 等到慕容锤起兵建立后焉之后 慕容红得知消息后 不但没有选择去投奔慕容锤 而是逃背逃到北地巨龙不重 之后慕容锤更是率军攻灭了西焉 足见慕容锤与其他各慕容氏之间的恩断一绝 慕容锤与慕容氏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仁至义尽和恩断一绝来归纳 面对不公待遇 慕容锤仍然在危机时刻 站出来解救慕容氏危难 可依然遭到了嫉妒和排挤 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慕容锤都不愿选择叛乱谋逆 在被逼走投奔强敌的情况之下 慕容锤也终是对慕容氏贵族死了心 在日后也是杀伐果断 与昔日同族恩断一绝 无论是对慕容氏的人意 还是最后的恩断 慕容锤的形势当得起坦荡 这是慕容锤的规矩 慕容锤投奔福尖之后 的确受到福尖的重用和信任 最初前情丞相王猛担心慕容锤野心太大 成为前情稳定的威胁 使出了金刀忌 想要诬陷慕容锤反叛 但是依然受到福尖的信任 并未责罚慕容锤 慕容锤经此一难 更加对福尖抱有感激之情了 就这样 慕容锤一直待在前情 虽然因王猛的戒备 慕容锤甚至无法领兵 只能担任金赵颖十四年 直到肥水之战时 福尖才让慕容锤领兵出兵 但还没等到慕容锤有所作为 便得到了前线福尖在肥水溃败的消息 当时只有慕容锤手下的三万军队得以保全 所以自前线狼狈而还的福尖 直奔慕容锤而来 这时慕容锤的心腹建议 趁前情战败 北方将要大乱之际 杀掉前情福尖 以此来恢复燕国 但是这个建议 还是遭到了慕容锤的拒绝 他认为福尖诚心来投奔自己 自己不能谋害他 更何况福尖当日收留自己 自己也不能辜负了福尖的恩情 于是慕容锤将布重全部都交给了福尖 福尖得以返回了洛阳 不过此时前情日渐颓微 慕容锤知道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临 便向福尖提出出镇的请求 也得到了福尖的同意 虽然在当时各地叛乱平生的情况之下 福尖依然不怀疑慕容锤有二心 让慕容锤得以离开长安 更让慕容锤感受到了福尖的信任 慕容锤到达前燕旧都叶城之后 受镇守叶城的福尖之子福丕节制 福丕虽然没有想要除掉慕容锤 但却也对他保持了戒备 等到后来丁灵人宅兵叛乱之时 福丕派慕容锤率军攻打宅兵 并派福飞龙做都军防备慕容锤反叛 等到慕容锤率军出征 趁机将底情士兵分散 最后杀掉了福飞龙 之后还写信给福尖 告知他杀掉福飞龙的原因 之后慕容锤自称燕王自立 恢复燕国 建立后燕政权 之后慕容锤率军攻打叶城 想要恢复前燕旧都 伏批在叶城被慕容锤围困 派遣侍郎将让 前去与慕容锤交涉 将让对慕容锤可毫不客气 认为慕容锤不应该放弃道义 如果不能悔改将在以后割下他的头颅 悬挂在旗杆之上 这可以说是极其狠辣的声讨了 但慕容锤却并没有责怪将让 他希望福飞能够主动退走 自己恢复燕国之后 能够保持秦燕交好 部下认为将让说话太过狠辣 建议杀掉将让 但慕容锤还是让将让离开 足见慕容锤对于底情恩情的顾念 之后慕容锤更是给福建写了一封信 阐述自己离开都城之后 遭到福辉等人的不公平待遇 并且告知自己攻打叶城 可能会伤到福批的性命 福建收到慕容锤的信后 也给慕容锤毁了一封 说自己待慕容锤不薄 但他却趁乱起兵忘恩负义 并警告慕容锤 要做好老来做叛贼的下场 慕容锤已经坚定了 恢复燕国的决心 继续攻打叶城 最后逼得扶劈逃走 之后数年间 后燕政权规模逐渐扩大 基本恢复了前燕昔日的规模 但是慕容锤却直到最后 都没有与福建交战 并且后燕国土范围 也没有超出过往前燕疆域 算是慕容锤对福建恩情的顾念了 慕容锤起兵建立后燕政权 这算是在前情桑乱之际 趁机建功立业的选择了 虽然对于前景来说 慕容锤这是起兵叛乱 是福建口中的老儿为贼 身为叛臣死为逆鬼 但慕容锤起兵也起得光明磊落 并没有以讨灭底秦为由 壮大自身 即便在日后国力强盛之际 也只是以恢复前燕为至 不贪图关中之地 终此一生 慕容锤都未与福建一战 可以算是对福建恩情的回应了 有恩必报 起兵叛乱也是光明正大 顾念恩秦而不然只观中 称得上是坦荡 也是慕容锤的规矩 后燕政权逐渐壮大之后 便不可避免地跟其他政权发生冲突 其中世代与慕容部有殷亲关系的 鲜卑拓跋部 便是其中一股强大的势力 当时拓跋规建立北魏政权 逐渐强盛之后 便开始出现袭扰后燕边郡的情况 要知道 当初拓跋规刚建立北魏之时 贺兰等部想要推翻拓跋规 拓跋规便向慕容锤求援 慕容锤派军协助拓跋规稳固地位 这才有了之后拓跋规的壮大 但之后北魏逐渐壮大之后 便开始成为了后燕的威胁 等到建兴十年 北魏袭绕后燕边郡 慕容锤想要攻打北魏 但当时慕容锤已经年老病重 于是派儿子慕容宝率军攻打拓跋规 可是结果 在参合碑被拓跋规击败 等到慕容宝返回之后 慕容锤震怒 亲率大军出征 直抵北魏首都平城 攻破平城 斩杀拓跋规之地 拓跋前 但慕容锤之后率军路过参合碑之时 感念在此处战死的燕军将士 气雨之下吐血 旧疾发作 之后在返程途中去世 慕容锤最后一次出征之时 已经是七十岁高龄 但最后攻打平城一战 也是堂堂正正 打出了十六国名将的坦荡 慕容锤能在后世留下赫赫威名 规矩是什么 从几个时刻便可以看出 黄温大军临近前燕国都夜城之时 惊师恐慌想要逃难 慕容锤站出来 率军击退黄温 福坚在肥水大败 率领残部狼狈前来逃奔时 慕容锤将布重全部交给福坚 将让在夜城之外 毫不顾忌慕容锤的颜面 痛骂慕容锤之时 慕容锤放将让返回 慕容锤率军攻破平城之后 率军行至参合碑 燕军将士痛哭震天 慕容锤回顾一生 感谢观看